老鹰作为天空中当之无愧的霸主 不把任何生物放在眼里 却被一只不起眼的乌鸦打得连连后退 甚至毫无还手之力 乌鸦的实力难道比老鹰还强 在人们的认知中 乌鸦体型较小 不擅长战斗 所以只能通过啃食动物的尸体来维持生存 战斗力自然也没有其他同类动物高 但就是这样弱小的动物 却能轻易地指挥老鹰飞行 让老鹰往东就绝不敢往西 还敢在熊猫 猫头鹰的地盘徘徊 究竟哪个才是乌鸦的真面目呢 其实人们都被他的外表骗了 乌鸦的性格相当恶劣 喜欢到处挑衅别人 一旦觉得玩过了火 会失去地立马逃离现场 就连猫头鹰有时候也免不了被乌鸦戏弄一番 要知道猫头鹰在空中的地位几乎是不输老鹰的 再加上他们咒服夜出的习性又能避免大量战斗 但乌鸦偏偏喜欢没事找事 他们往往会趁着猫头鹰熟睡的时候拔掉对方的羽毛 直到把睡梦中的猫头鹰弄醒才会见兮兮地飞走 有时还会在猫头鹰准备捕猎时故意干扰他们 可就算是这样猫头鹰也不会动物去追击他们 乌鸦的极度心也极强 他们接受不了身边有比自己好看的动物存在 于是小猫小狗的绒毛就是乌鸦首要的攻击对象 还有狐狸的尾巴也是乌鸦的眼中钉 要知道狐狸的体型是乌鸦的几十倍 可就算这样乌鸦也毫不在意 可见他们的胆子是有多大 霸气十足的老鹰竟然是乌鸦的手下败将 只能任凭乌鸦欺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乌鸦在老鹰身上尝到甜头之后 变得愈发嚣张起来 连北极熊 狐狸这种凶狠的动物都不放过 其实单论体型方面 乌鸦确实毫无胜算 可它们却是喜欢结伴同行的群居动物 数量上的优势能轻松掩盖它们体型上的不足 即便有时遇到凶狠的动物 乌鸦也能在第一时间通过叫声摇来同伴 而且乌鸦内部有很严明的纪律 它们会在战斗之前就分配好每只乌鸦的具体任务 彼此之间有条不紊 它们还十分凶猛好斗 战争一旦开始便不会轻易地结束 除非有一方死亡 否则乌鸦就会一直不停地发动进攻 乌鸦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鸟之一 智商也很高 经过训练的乌鸦能听懂人类的谈话 甚至还能进行简单的模仿 在野外 它们能在短时间内学会工具的使用方法 同时还能用最快的速度记住对手的生活习性 以此来规避掉大量的伤害 在日本 就曾出现过一群能看懂红绿灯的乌鸦 它们会趁红灯的时候把坚果放在十字路口 等绿灯车辆通行的时候利用轮胎把坚果碾碎 然后再等到下一次红灯乌鸦就可以飞过去叼走自己的食物了 所以童话中关于乌鸦会喝水的故事放到现在看来 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难道单凭聪明 乌鸦就能打败老鹰吗 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一向单打独斗的老鹰在遇到乌鸦面前也得加紧翅膀 难道天空霸主的实力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老鹰作为天空中的王者 平常最喜欢单打独斗 不喜欢与同伴合作 所以此时如果是一只老鹰遇到一只落单的乌鸦 那乌鸦绝对没有胜算 可乌鸦却不是这么想的 就算它们此刻落单也能很快叫来帮手 来的帮手一多 老鹰也招架不住 所以老鹰一般也不会主动去招惹乌鸦 而且老鹰根本不缺食物 天上地下能吃的动物很多 犯不着为一只黑曲曲的乌鸦费劲 况且乌鸦的肉又酸又硬 还很塞牙 吃起来也没什么食欲 最重要的是 乌鸦十分记仇 一旦自己没有在对手身上逃到好处都已经算是吃亏了 无论如何也要连本带息地逃回来 这也使得老鹰十分头疼 所以为了以后的安稳日子干脆选择不还手 这么看来 乌鸦之所以敢在老鹰面前叫嚣 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厉害 而是老鹰懒得搭理而已 不过就是这样人人讨厌的乌鸦 在古时候还曾被当作是吉祥鸟的化身 相传在周朝时期 一只乌鸦叼着骨子飞到了皇帝面前 武王和大臣看到之后非常高兴 便把它看作是吉祥的化身 但后来随着丧葬的流行 乌鸦身上的黑毛又和葬衣颜色一样 再加上它刺耳的叫声十分吓人 久而久之人们便不再相信它能带来吉祥 所以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乌鸦带给人们都是奸诈狡猾的感觉 老鹰也深知这个道理 才选择不去招惹它 科普解说员在线争稿啦